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2003年10月24日,宋美玲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,享年106岁,除了寿命足够长,宋美玲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。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,她身上的故事自然也有很多,而备受人们所瞩目的自然要属她与蒋介石的爱情。 其实宋美玲并不是蒋介石的原配夫人,蒋介石一生一共有过四位夫人,除了宋美玲之外,还有毛夫媒、陈杰如和姚叶成。 由于蒋母的缘故,做过交集花的姚叶成一直没能得到正式的名分,所以她只能算是侍妾。 在这四位夫人中,宋美玲无疑是最光彩夺目的那个,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,宋美玲的分量极重。 甚至可以说,正是因为宋美玲,蒋介石才成为了蒋介石。 在不少国际的大事中,也总能看到蒋介石协同宋美玲共同出席的画面。 很多人都认为,蒋介石和宋美玲的结合只是政治需要,一个看中了对方的政治地位,一个看中了对方的家族实力。 其实,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他们之间的故事,便能发现两人之间还是有爱情。 至少,蒋介石对宋美玲应该能称得上一见钟情。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,宋美玲一生没有为蒋介石生个一儿半女。 对于没有孩子这件事,在晚年,宋美玲的私人医生说出了真相,而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表露了心酸。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 1922年6月,陈九明叛变,孙中山被迫在永峰舰避难。 蒋介石听闻此事,立即赶赴广东登舰,守护孙中山整整40多天。 这让孙中山深受感动,对蒋介石也愈发信任和重用。 同年10月,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东陆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,进而又回到上海。 此时年近35岁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了军政界冉然升起的新星。 两个月之后,迫切需要名气的宋子文,在上海莫里埃鹿孙中山寓所举办了一个别开生命的晚会。 宋子文知晓蒋介石的身份和潜力,便邀请他一起参加这次晚会。 在这次晚会上,蒋介石遇到了10年25岁的宋美玲。 蒋介石看着面前这个年轻漂亮、气质出众的宋美玲,他决心一定要娶宋美玲为妻。 此外,关于蒋介石与宋美玲见面,还有另外一说, 即在1920年的时候,宋美玲只身前去广州,遇到的蒋介石, 不过这一说法是存有意义的,我们暂且先不深究。 时间一晃到了1927年,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杀进了上海, 抢夺权力的同时,蒋介石依然对宋美玲念念不忘, 并且对他进行了狂热的追求。 由于早前宋庆龄坚决反对这门婚事,宋美玲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。 这次蒋介石强势进入上海,宋爱玲觉得这是他们宋家的一个机会, 她便在宋美玲面前隶属蒋介石的好处。 宋美玲本就眼界极高,在那个结婚很早的年纪, 宋美玲能坚持到30岁不结婚,期间不知道拒绝过多少青年才俊。 在宋爱玲的撮合下,宋美玲决心嫁给蒋介石, 并且在这一年的12月,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两人细节连礼之后,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能量。 随着蒋介石起伏,宋美玲也如影随从, 两人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。 等到蒋介石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后, 宋美玲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。 随后的日子里,两人多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, 恩爱的模样似是天作之合。 只是可惜宋美玲却没能为蒋介石生下一儿半女,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 当然,我们可以排除是蒋介石的原因, 毕竟她与前妻们是有孩子的, 那么问题只能出在宋美玲身上。 在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前, 很多人一度认为是宋美玲有先天缺陷, 自身无法生育, 其实并不是这样。 晚年, 宋美玲的一位私人医生说出了真相, 而她的说法正好与蒋介石日记中所记载的事情相符。 这位医生对外界说, 宋美玲曾怀有过身孕, 只不过由于惊吓过度而流产了。 对于宋美玲的这次流产, 蒋介石内心更悲痛不已。 对于在日记中很少提到私人生活的蒋介石来说, 这次她却在日记中写下了七个字。 夫人小产, 病异肾, 短短的几个字便流露出了她内心的悲伤和无奈。 而当她知晓宋美玲的身体也因此落下病根, 并且再也无法怀孕时, 她的心情更是沉重。 但处于对宋美玲的爱, 蒋介石也仅仅只能在日记中抒发下情感了。 毕竟这件事对宋美玲的打击更大, 让她一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 那么, 宋美玲为何会惊吓过度? 这是因为一次惊险的刺杀。 这次遇刺事件在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, 留下的资料更少, 我们之所以能知晓, 是因为蒋介石将这件事情完整地写进了她的日记里。 事情是这样的, 1929年8月, 蒋介石一起风发, 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, 一一战胜了各派势力, 风光无限。 蒋介石便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宋美玲接回到身边了。 但是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, 她太盲目自大了, 根本没有看到平静背后潜藏的危机。 有一天午夜, 蒋送两人均已经就寝, 睡梦中宋美玲听到了楼下传来了不正常的响动, 这让她一下被惊醒了。 蒋介石随即也醒了过来, 见到宋美玲受到惊吓, 便出门询问卫兵陈鹏飞和庞永成, 不过这两人却说并没有发现异常。 其实宋美玲听到的声响, 正是欠去行刺的刺客发出的, 而他们两个卫兵早也已经被买通了。 刺客见蒋介石已经惊醒, 便放弃了这次行刺,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, 之后这刺客又惊醒了一次潜伏刺杀, 可是由于他并不是老手, 结果又失败了, 连续两次失败, 这让陈鹏两人很气愤,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行刺计划失败, 他们也就活不成了。 于是几天后, 两人持枪进入了蒋送的卧室, 正要开枪之际蒋介石猛然咳嗽, 把这两个卫兵吓得慌忙逃窜, 而他们发出的响声再次惊醒了宋美玲, 由于接连受到惊吓, 当夜宋美玲便小产了, 蒋介石便命人找来私人医生为宋美玲诊治, 并在日记中写道, 其宋美玲壮, 痛苦不堪。 第二天, 蒋介石便追查此事, 由于两位卫兵不见了踪影, 自然已经明白了七八分, 经过追查, 两人被逮捕, 审问之后得知指使他们的人士, 南京三名公司乡离吴楚城。 此人在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, 他的刑事动机是什么, 他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人, 如果有, 又是谁。 这些谜团, 蒋介石在日记中没有交代, 而矗立了吴楚城之后, 这次行刺事件便衍生息骨, 再也没有人提及了。 或许是蒋介石不愿意追究, 亦或者吴楚城的背后真的没人, 只不过无论如何, 宋美玲都不可能再当一个母亲了。 因为这件事, 宋美玲特别的心疼, 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结果。 蒋介石对宋美玲的遭遇也特别的惋惜, 他一直对此事怀着愧疚的心。 有人后来透露说, 宋美玲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, 她很早以前就梦想着要做一个真正的母亲。 后来蒋介石和宋美玲两人又是聚少离多, 各自为师也奔波, 等到时局相对稳定的时候, 宋美玲的年纪也大了。 就这样, 宋美玲想成为一位母亲的愿望, 也彻底化为了泡影。 宋美玲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, 但她却成为了无数位孤儿的母亲。 后来宋美玲还成立了儿童保育会, 专门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。 想必每天看着这些孤儿健康成长, 在宋美玲内心里也是一种欣慰吧。 有人感慨地评论说, 宋美玲若是嫁给一个相对普通的人, 或许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, 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。 但是也有人认为, 宋美玲嫁给蒋介石虽然没有生儿育女, 但是却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, 并且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大家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